各位同學大家好 我們這門課是空中大學的職場個人魅力經營的一個補充教材 為什麼叫他補充教材 這就是因為要跟我們的時事有關 因為快要過年了 現在是1月快要過年了 那我們職場的工作人一定會碰到要舉辦望年會 或者是又稱叫這個AKA年終檢討會 那麼我們在望年會或者是年終檢討會 該說些什麼呢 那像這個在望年會或年終檢討會 是每個工作人每個職場人難得發表感言的地方 那輕易讓這個發言機會溜走十分可惜 那很多工作人都會問說 望年會或是年終檢討會要說些什麼 或者是可以選擇什麼都不說簡單代過呢 那以我做例子 那早年我進入職場的時候 我自己會害怕說這個自己講話會耽誤大家時間 所以輪到我發言的時候就說沒有意見 就簡單代過 結果這久而久之大家就忘了我的存在 儘管我埋頭苦幹還是沒有人看到我的工作表現 所以在這邊給大家一個建議就是說 工作不要埋頭苦幹 而是抬頭苦幹 老闆或者是主管面對的人 面對的人不只是你員工一個人 還要面對他自己的老闆 他的同僚 他的同梯 或者是下屬 以及客戶 那作為員工的你實在是無法期待老闆 或是主管這個關愛的眼神 那麼你該怎麼做呢 就是好好把握 望年會或是年終檢討會發言的機會 在這些場合裡面 你除了可以選擇這感謝周遭的同事外 也順帶告訴大家自己做了哪些工作 做麼做 除了讓周邊的同事高興 同事會高興說 你沒有忘了他 也給他在這老闆或是主管面前做足面子 也讓大家知道說你做哪些工作 而且也不是刻意提醒 可以說是宣傳自己的好時機 那說些什麼內容呢 那很多人覺得說跟這個上司 或者是客戶閒聊 講些有的沒的不太好 但聊工作也很奇怪 當線路不知道說什麼 但又不能思理的困擾 這時候閒聊 就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那閒聊呢 本來就是和感情好的人 這個隨便講講話 但是請注意 對客戶或上司需要小心意義 就會產生矛盾 畢竟面對地位比自己高的對象 怎麼辦呢 除了閒聊之外 請對方指點迷津 請對方指點迷津 就可以這個稍微縮短 但又同時可以保持距離的好方法 至於跟同事聊天的話 就可以採取互捧 互相捧場 舉個例子 你可以說謝謝這個小雨 讓我採購工作得以順利 或者是說你也可以說謝謝小黃 在我提案的時候沒出差錯 就是這樣 依然你對著小雨 以及小黃 表達感謝之請 也給他們在老闆或主管面前做出面子 最重要的是 你也讓大家知道 你做了採購及提案的工作 在場的老闆或主管聽到了 自然就會記起你 好 以上就是簡單的就是 關於職場個人魅力經營 忘年會或是年終請討會 該說些什麼 在一個補充教材 就分享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